Hello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 经常会被自己的大鼻头 然后塌鼻梁所困扰呢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就要来教大家 怎么样通过化妆上的一些小技巧 从左边的这个扁平大鼻子 变成右边这个立体而又精致的小鼻子 那么整个过程非常简单 那咱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已经把妆容都完成好了 就差我们鼻部的修容了 第一步当然是要把我们的鼻子给变得立体起来 咱们先从伤根的修容开始 大家在修伤根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从眉头的地方开始 而是应该从我现在笔画的 这个眉部底下的这块 因为那个才是我们鼻梁的结束的地方 如果你从眉头开始的话呢 你的这个鼻部的修容就注定会是失败的 大家拿出一把这个修容刷 像这样子清扫 按照这个半圆形的形状 注意下手不要过重 颜色呢也不要选得太深 因为浅的颜色呢 可以方便我们去塑造它 然后后续你想叠加多少都可以 大家要注意画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画成单一的一条线 而是尽量把它画成一个面 因为这样子才是一个阴影 应该有的形状 这样子画出来的修容呢 才会更加的自然 然后呢 现在我已经大概画出一个形状之后 大家可以往我们鼻梁的地方稍稍带一带 这个叫过度 让我们的那个阴影不是那么死板 看起来像是贴上去的一块一样 大家可以看 现在修容这一边呢 已经稍稍有一个面了 现在咱们把另外一边也按照同样的方法给补上 大家要注意修鼻子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靠我们的眼头太近 因为这样子会让你的整个那个区域没有立体感 你看现在这样子一个弧形的修容 是不是比从眉头开始修会自然很多 有一个自然的C字形 然后呢就是要把我们的大鼻头给它缩小 这一步呢其实也非常简单 大家还是拿出我们刚刚的那一把 修容刷或者是你任何的一把 然后呢选择一个你想要的宽度 就是我们鼻头的宽度 你把两条线呢画得越近 你的鼻头就会越小 画得越宽你的鼻头就会越大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然后呢其次就是尽量的 要把我们的鼻子能够画对称一点 像这样子 现在我这样呢先把我们鼻头的那个 大概的一个形状给定出来 就像现在这样子 然后呢去连接我们的山根和我们刚刚画的鼻头的那个地方 这一步呢记住一定下手要轻 因为我们鼻梁的那个地方呢 如果你画重了很明显就会看得出来 所以呢大家颜色一定要不要选太深了 这样子画一个差不多算是一个有弧度的一条线 把它稍稍连接一下 你看这样子我们的一个 鼻部说我们的雏形就已经有了 但现在呢我们鼻梁的那根线 它有点单薄 它不是一个面 所以看起来很假 咱们现在呢就需要把它往外稍稍运染一下 过渡一下 让它变成一个面 一个立体的面 这样子呢你的整个鼻部那个阴影就会非常非常的自然了 同时也能够让你的那个鼻部的修容两条线不那么死板 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预览的区域不要太大 大家看到我现在指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鼻翼的上面的那个结束地方 这一块呢要稍稍加重一下 这样子我们的鼻头才能够凸显出来 然后呢可以跟刚刚鼻梁的地方连接一下 你看这样子的鼻子是不是会比刚刚那个要自然很多了呢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咱们的鼻翼两侧看着还是非常大 会看着很不自然很不秀气 所以呢现在咱们要弱化咱们的鼻翼的部分 然后也非常简单 拿出咱们的海绵 占取一个提亮型的那个散粉或者是粉饼 直接把它按压在我们鼻翼的地方 然后呢鼻翼两个地方呢就按压在我们修容的外侧 就是没有修容的那一块 大家稍稍等一等就能看出这个效果 是有多么多么的明显了 你看现在右边的这个鼻翼是不是很明显的会比左边的那个轮廓感弱化了很多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效果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效果 还是占据刚刚这个提亮的粉饼 咱们现在呢要去提亮咱们的鼻梁 先从鼻头开始 这一步呢其实有很多种画法 大家可以如果想要一个圆一点的鼻头呢 可以把鼻头那个地方给画圆一点 像我的话呢我就想让它窄一点 所以我主要是画了一条线这种感觉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画的这个地方呢 我的鼻子是会那一块有点塌的 所以那一块就要着重去提亮 还有我们山根的部分和额头连接的这一块 能不让你的鼻子看起来长一点 你看现在是不是感觉鼻头的那个地方和鼻梁会更加突出了呢 然后咱们再用刚刚的那个海绵蛋 把整个阴影啊稍稍弱化一下 然后呢觉得不够深的地方呢 再用那个修容刷来加重一下 等于说是做一个最后的小收尾 你看这样子一个干净的修容就出来了 接着就是画龙点睛之笔咱们的高光 还是用到刚刚同一把刷子来提亮我们的鼻梁的地方 大家要注意如果你的鼻子会很翘 就是有那种就是鼻孔会看得很明显的话 大家就不要去提亮我们鼻头那一块了 你看像我 我的鼻子就是比较翘的那种 所以呢我直接去提亮我的鼻梁的部分 然后呢在尤其是山根那一块和额头连接那一块 着重提亮一下 可以让鼻子看起来更长 然后呢现在咱们选择一个扇形的刷子 把刚刚那个一条线的那种感觉给它弱化掉 让它看起来自然一点 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直接用这种扇形的刷子来上高光 然后呢这一步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在那个演剧的那个视频里用这个方法 这一步呢画上去之后 能够让你山根那一块的那个鼻影看起来更突出 让你鼻子显得更挺 因为呢这样子一深一浅一明一暗 这样子一对比 你的那个层次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然后呢当然立体感也就出来了 所以这一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步 眼距远的宝宝们呢还可以拉近眼距 非常万能的一个手法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那这样子咱们的修容呢就完成了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出来的效果呢又感觉你的鼻子跟之前那个 又塌又大的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今天咱们这个一步修容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结束啦 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小技巧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就不要忘记点赞关注转发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